跟我减肥的朋友们 这是我老公减掉大肚腩的第九天的三餐食谱 但是后面分享的经验对每个减肥人都很重要 是露萍 还请大家见谅 我们中午准备的食材呢 有150克的牛肉 牛肉不够 又切了两块鸡肉 是熟的啊 100克的油菜 黄瓜炒成丝的 还有焯过水的豆芽 锅里喷油 散一下 蒜片炒香 然后呢 倒入牛肉 油菜 花椒面 倒入少许的蚝油 我们开始拌凉菜 蒜末 香菜 山西陈醋 少许的味素 少许的辣椒油 拌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是吃不了这些的 吃自己的量就可以了 老公的午餐是两个地瓜 老公的晚餐一个地瓜 中午剩的凉菜 再加上一块鸡胸肉 老公减肥 基本上晚餐都吃中午剩的 大家好 内脏脂肪厚 就像我老公这样 我老公就属于内脏脂肪厚 肚子大 危害特别大 有很多慢性病都是因为内脏脂肪厚引起的 看着这大肚的 有的粉丝朋友说 不用减肥 这肚子这么大还不用减肥吗 这样的大肚子比四肢胖 危害是更大的 我老公就是内脏脂肪厚的 肥子不胖 大家看看他这肥子一点都不胖 就是肚子大 给他减肥已经好几天了 内脏脂肪确实是很难减 一定严格按照蛋白质减肥法 才能减掉他的内脏脂肪 今天就给朋友们详细分享一下蛋白质减肥法 我们人体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蛋白质是1克 像我老公是65公斤的体重 他就需要65克的蛋白质 我呢是50公斤的体重 就需要50克的蛋白质 如果你有增肌的需求 像那些运动员呢 每天每公斤体重呢 是需要1.2到1.5克蛋白质的 才能在运动的情况下增加肌肉 含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呢 有牛奶 鸡蛋 瘦猪肉 牛肉 虾 鱼 等等 还有豆类 有的朋友就说了 我是70公斤的体重 那就补充70克的牛肉就可以了 朋友们那样算呢就错误了 我们每天吃的鸡蛋呢 这一个鸡蛋生重大约是60克70克 它含蛋白质呢大约是在7克 而100克的鸡肉呢含蛋白质大约是20克左右 而牛肉 虾 鱼也都差不多 就拿我老公为例 他每天呢得吃够330克的鸡肉 才能达到补充足够的蛋白质的需求 但是一天吃将近330克的鸡肉 谁能吃下去呀 下面我就给朋友们详细分享一下 我老公三餐蛋白质的搭配 这样吃呢第二天才会掉秤 我们就先从早餐开始 早餐一般都是由主食蛋白质维生素组成的 一般呢我们早餐呢都是吃一个鸡蛋 一个鸡蛋呢是含7克的蛋白质 250毫升的纯牛奶 250毫升的纯牛奶含蛋白质呢大约也是7克 有的朋友说了天心妈我们减肥必须得喝脱脂牛奶 我们减肥喝纯牛奶也是可以的 纯牛奶呢确实是含有脂肪 但是那点脂肪呢一点都不影响我们掉秤 而且我们减肥是必须吃油脂的 那样呢才不掉头发皮肤呢也特别的有光泽 这样算下来呢早餐呢我们就吃了14克的蛋白质 午餐呢我们也是一份主食两份出菜 一份呢蛋白质 午餐蛋白质我们就吃牛肉吧 牛肉呢我们就吃它250克 250克的牛肉大约含蛋白质呢就是50克 再加上早餐的14克 就是大约64克 我老公需要65克 这一天的蛋白质呢基本就补充够了 这样吃呢第二天肯定是掉秤的 有时候我老公掉秤不好 那就是午餐的肉 我给他没有吃够 如果晚餐你再吃了50克的肉类 既扛饿还掉秤 蛋白质和维生素是晚餐最佳组合 所以朋友们我们的减肥方法呢 是非常好掌握的 只要是你吃够足够量的蛋白质 再配合我送给你的减肥食谱灵活搭配 减肥成功 指日可待 也是非常容易的 大家可以试试 既不花钱 也不运动 何乐而不为呢 都是一些家常的食材 跟着甜心妈减肥 健康吃 快乐瘦 明天见朋友们